华联红业福利蛋生产合作社 由平均年龄65岁以上的部落长者共组创立 现在即将迈向新的里程碑 目前在地方各界的见证之下 成功与三家企业签署了备忘录 透过合作模式固定购买红业福利蛋 稳定销售量达到多方的受惠成为台湾首例 在各界的见证 我们祝福下红业福利蛋与三家企业欢喜签署备忘录 正式启动未来的合作模式 多方受惠创台湾首例 你也是在地发电人 感谢 那愿意加入了之后呢 就是说以后我们生产出的蛋 他会鼓励他员工去买 买了以后我就消了对象 那变成说越多的企业能够参与的话 那我可以照顾的老人就更多 李氏主席指出目前合作社共有14处微型鸡舍 一座共同鸡舍以及20名舍员 平均年龄超过60岁以上 每周生产出4000颗以上的蛋鸡 有很多长者一起共同饲养 就是成立这个合作社嘛 再来就是我们的饲料啊 我们的配方啊 还有照顾还有养殖 给他吃的一些食物啊 还有就是我们放牧养殖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在很快乐的地方 就是生长 然后就会生 就是不会这么压迫性的 比照欧盟养殖经营方式 渐渐让社员在地就业开心生活 但部落产业要在市场上永续经营发展 仍需要各界资源连结以及协助 才能有办法运作 那我很高兴就是政大可以在当中 就是尽自己的微波之力 然后就是来想办法让这个部落 可以留住我们的人才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 都可以在自己的远乡就业跟工作这样子 三方面他们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经济产业发展多元发展的 这个2.0的计划的一个目标 那我相信未来这样的一个典范 一定有更多的这样的部落 可以循着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由于红叶福利蛋营运模式稳定 并且提供年长者社员固定的收益 因此受到各界关注 目前也信邻近部落族人仿效学习 历史主席林荣辉也强调 未来会秉持初衷稳定合作社的经营 照顾更多的部落长者 记者时遇兰万荣采访报导 感觉外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